各乡镇市公所配合动植物防疫所 从6月份开始 为家中的猫犬宠物 施打狂犬疫苗 以及植物晶片等作业 光复乡公所是超前部署 提前在27号 从泰巴朗部落展开 许多的市主带着心爱的宠物 接受植晶片 结扎以及打狂犬疫苗 乡公所社会医赖建宇说 下个星期开始 也将展开各村 各社区的巡回施打 也请市主要多加留意配合 不然的话到时候 它子宫蓄农 然后父母也猫猫就挂掉 动物医院医师慈金雄 透过了结痂手术 发现猫咪22 罹患子宫蓄农症 经手术栽除 成功挽回了22的生命 市主开心 更高度肯定 乡公所猫犬三合一疫苗施打服务 没有做手术的话就不知道 还好你有带来 不然它真的会挂掉 因为在偏乡 其实要让宠物去动物医院 是比较麻烦一点 对啊 所以就还好 乡公所有这个 就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 就是就近 让乡物结扎 除了为小狗猫咪们结扎 光复乡公所今天上午在泰巴朗东北活动中心 率先进行猫犬执晶片 施打狂犬病疫苗与结扎三合一服务 立刻吸引部落四组带着猫小孩 喵心人前来受检施打 好 OK 谢谢 谢谢 光复乡公所配合 幻联动植物防疫所 每年六月份展开的 猫犬施打狂犬疫苗作业 今年则超前部署 选在太巴朗部落展开 猫犬三合一疫苗施打行程 预先暖场 希望能够及早给猫犬一个安全防护 这个三合一服务的话 是包括犬猫的节育 然后那个犬猫植入晶片 还有犬猫的打狂犬病 三种那个手术或是一些注射 侵入性的 然后可以帮助民众 做一些免费的费用 减免费用 今天一整天下来 总共有22只的猫犬 顺利植入晶片 施打狂犬病疫苗 还有部分猫犬在四组同意下 也完成了结扎 接下来 乡公所授医师赖剑宇表示 将从6月15号起 首站大风活动中心开始 每周排定下乡巡回注射日程 也请各社区部落四组留意 务必带着猫犬宠物来吃打 用安全健康的防护 来宠爱你的小宝贝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导